在这一集中,好奇号成功攀登了维拉鲁宾山级,发现了疑似古代生命的化石 然而,还未等它发挥详细数据,一场全球性晨暴席卷而来 这让另一台火星探测器机遇好永久性瘫痪 那么,幸存下来的好奇号又无哪些新发现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你可能注意到了,好奇号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钻探采样了 原因是,在2016年12月,探测器最后一次尝试钻探时 钻头的一个关键部件停止了工作 探测器的机械臂本来设计有两个像手指一样的稳定器,用来伸缩钻头 但一个故障的电机阻止了钻头穿过稳定器 团队一直在寻找解决办法 在第1780个火星日 NAS团队终于让钻头完全伸展了110毫米 并决定不再使用稳定器 特有点像在家里用手持电钻钻墙 这种新技术被称为禁忌延伸钻探 NAS科学家必须利用探测器的其他功能 比如机械臂上的压力传感器 来确保钻探的成功和安全 在第1785个火星日 耗齐耗正逐步接近维拉鲁宾山级 岩石的水平层里和交错的白色矿脉表明有液体曾经流过这些岩石 这使得山级成为测试新钻探方法的理想目标 探测器缓慢前进 NAS团队决定在附近的一块岩石上使用耗齐耗的除尘工具 首先他们仔细检查了除尘工具是否有损坏 金属丝刷以每分钟一万转的速度旋转了约60秒 以去除灰尘 刷子状况良好 于是探测器继续操作 刷过的区域大约60米宽 紫色的颜色显示出赤铁矿的存在 这个区域被命名为圣诞弯 使用科学相机滤镜 紫色调的赤铁矿表明过去有水流动过 而白色矿脉被认为是由水流动形成的硫酸钙矿物 在第1856个火星日 探测器到达了维拉鲁宾山级的顶端 这里的景色非常壮观 远处的坡度构成了盖尔陨石坑的北壁 探测器的着陆点也能看到 随着探测器向夏浦山前进 它的高度逐渐增加 视野越来越开阔 在山脊顶端 好奇好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棒状结构 它们大约有5到10毫米长 差不多米粒大小 一些科学家认为 这些可能是一计化石 记录着过去生物活动的痕迹 而不是直接的动植物化石 它们认为火星上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 而且这些结构集中在这一地区 类似地球上的痕迹化石洞穴 更据说服力的是 维拉鲁宾山级可能曾是一个古老的海岸线 探测器团队让好奇好使用CamCam仪器进行了更多调查 但未能收集到有用数据 NAS最终认为这些特征只是更耐侵蚀的断裂填充物 这些填充物破裂后形成了这些小飞棒 那么你认为这些是什么呢 在下面的评论中分享你的看法吧 此外 好奇好还在山脊顶端发现了一个类似楼梯的结构 这里的岩石层里引起了NAS团队的极大兴趣 探测器将焦点转向夏普山 那里中景区域被认为含有大量粘土 地图显示了探测器到目前为止的旅程 越过了巴格诺尔德沙丘群 到达了维拉鲁宾山脊 并在山敌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好奇好在维拉鲁宾山脊的当前位置拍了一张自拍 NAS团队决定在这里测试新钻探技术 在第1956个火星日 探测器用所谓的自由手方法进行了部分成功的钻探 虽然钻探深度只有2厘米 但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表明了新方法的潜力 在第2057个火星日 团队命令好奇号在名为德卢斯的地点进行另一轮钻探 这次钻探深度达5厘米 并取得了完全成功 这是超过一年内的第一次成功钻探采样 NAS团队欣喜若狂 证明了新技术延伸进击钻探的确行之有效 在第2074个火星日 火星侦察轨道器报告了一场显著扩大的尘暴 覆盖了整个火星 这一系列图片展示了尘暴的增长情况 你可以看到巨大的尘旋 几乎覆盖了整个星球 这是号奇号所看到的尘暴景象 左边的图像仅仅是在三个火星日前拍摄的 变化之快令人震惊 即使外面尘土飞扬 好奇号仍然想庆祝最近成功的钻探 于是拍摄了一张自拍 幸运的是 好奇号使用的是核电源 不像之前的一些NAS探测器 依赖太阳能电池版 这次尘暴 让人想起了在火星另一侧 进行14年探索的机遇号 这是NAS从机遇号收到的最后一张照片 在连续14年的忠诚服役后 机遇号停止响应并进入休眠状态 尘土覆盖了它的太阳能电池版 使其无法产生足够的电力来在夜间保暖 大多数组件可能已经冻结并不可逆的损坏 机遇号已不太可能重新上线了 随着尘暴开始减弱 孤独的好奇号拍下了德卢斯钻探地点的照片 这两张图像展示了风暴前后的地点对比 此外 好奇号还快速拍了一张钻头的照片 检查新钻探方法是否对其造成损坏 目前看来一切状况良好 在下一集中 好奇号将遇到一些记忆问题 观察了天空中的云层 并看到一次火星日食 在这段视频中 我们将欣赏到火星探测车最新拍摄的画面 首先呈现的是由好奇号拍摄的首个广阔全景图 感谢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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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